大家早安 节目全球现场我们持续来聚焦的是在大选 刚刚落幕大安现在美中台三方的关系是受到瞩目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在第一时间就接受了财经新闻CNBC的专访 他表示美国和其他全球的国家最关心的就是 在大选过后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及不改变现状 还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任何分歧 布林肯他说他分别和大陆还有台湾都有说明 美国的重点是放在维护和平还有稳定 同时间而美中的关系是相当的复杂 也很重大的也是美国的政策核心 布林肯他针对中国大陆也指出 美方向台独发出的错误讯息作为回应 他说在选前的前一天 他有跟这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已经在华府这边碰面 当时谈的主题之一就是台湾选举 好当时候他就说他和刘建超见面的时候 他是非常清楚的向对方表明了 美国对于台湾还有大陆的立场 就是美国长期的一中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好但是在大选之后的第一个外交震撼 但就是我方原先在南太平洋的岛国诺鲁 日前就宣布要基于一中原则 还有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文和我方断交 美国国务院先前也做出回应说 这是诺鲁的主权决定 但是令人很失望 强调美国未来会持续扩大和台湾的往来 这是符合美国长期一中政策的做法 在昨天的时候AIT主席罗森伯格他也进一步指出 联合国2758号决议是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 没有排除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也没有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 他更是进一步表示说美方非常失望 看到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内容是被曲解的 并且用来作为对台施压的工具 不但是限制了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发生 也冲击了和其他台湾有过这些外交关系的国家 好这是AIT的一个最新的表态 但是呢其实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大陆外交部的记者会也被问到台诺断交的相关议题的时候 犯人毛宁他就在记者会上头回应 他重申中国大陆的立场 他也解释了中方认定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 是不存在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 台独势力打着民主的幌子 掩饰其分裂国家的险恶用心 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 明确了世界上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维护国际秩序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挑战国际秩序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好 其实台诺断交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 还有一个非常是有指标性的解读 就是其实诺鲁这个地方 它是在第二岛链 那它过去也跟美国是友好的 好 但是呢 在现在跟我方断交之后 转而向中国大陆建交 时事评论员赖月奇的老师 他就认为说这其实是一场外交战 不是两岸外交战 可以看得出来的是 美中之间在南太平洋的这边外交角力 好像美方这一局是输了 因为呢先前拜登政府 其实非常努力的 想要拉拢南太平洋的各国 但是在诺鲁选择和大陆建交之后 已经显示 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你美国的影响力已经衰败了 你已经大不如前了 你以为你之前找一个副军长 这个澳大利亚 没事修理他们 再找一个凯子哥 台湾付钱 这样子你就能够收拾这个地方 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做不到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美国这一次会气急败坏 就是因为脸丢光了 而且告诉全世界 现在并不是两岸的外交战 其实是中美的外交战 所以美国是在太平洋又输了 因为他已经用了两年多 布林肯也去了 奥斯顶也去了 还有薛曼也去了 还有在上个月 他还把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派到这个去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什么都做了 钱也给了 承诺也给了 面子也给了 饭也请吃了 结果人家一样 就是不跟你美国赏脸 这代表什么 你的影响力日暮昔山 好 大选过后 当然台海局势是现在受到格外关注 另外在南海这边 由于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 在去年的时候是不断升温的 而现在菲律宾又有一个新的动作 他们打算要开发在南海这边 他们声称是有主权的九座岛屿 当然也让中国大陆相当不满 台湾大选后国际各界优心 台海冲突可能升级 随着中飞船只在南海家居对峙 另一冲突点 国际专家分析 似乎也在不远处酝酿 以台湾总统一词向赖清德道贺 但菲律宾总统萨马可氏 曾公开表示恪守一中原则 加拿大约克大学沈荣庆副教授认为 飞方如此打破惯例 前所未有的称呼 似乎暗示台飞未来将有更紧密合作 对此中方强烈回应 我们建议马克思总统多读读书 正确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专家指出中方日前才因飞方同意 让美方增加军事基地 南海联合巡航大表不满 如今大选期间 原先进化在一岛礁升级基建设施 转眼间竟然加码开发九座岛礁 将重点从内部防卫转向领土防御 恐怕让印太局势更加复杂化 专家分析小马克市政府就任以来逐渐亲美 如今和台湾关系 或许是小马克市想利用台飞关系暖化 向北京发出贺阻讯号 不过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示警 飞国和十多年来都在加强防御的台湾不同 如果有冲突 马尼拉将是区域安全架构中最薄弱一环 几乎无力反击中方进攻 记得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